男人正在和女友睡觉 忽然枕头里钻出粘稠的乳白色液体 直接糊在男人脸上 无法呼吸的他滚到地上痛苦挣扎 情急之下女友点燃奶油 旅社老板听到动静进来查看 以为他们在放火 于是和男人打了起来 这时床垫里又喷射出大量奶油 将老板粘在墙上吞噬殆尽 这些以人类为食的奶油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而是一款畅销全世界的冰淇淋 它被一个老人在矿场巡夜中发现 老人尝过后 发现味道比最贵的奶油还要好 察觉到其中全是商机 老人决定将这些奶油加工成冰淇淋 经过他的大肆宣传 很快这款冰淇淋就风靡全球 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爆款冷饮 这天一个小男孩打开冰箱 看到冰淇淋竟然在蠕动 他被吓了一条 父亲闻讯赶来 却没有看到男孩说的情况 以为是男孩在说谎 随后拿起冰淇淋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可是男孩却无法忘记刚才看到的遗物 第二天男孩的哥哥想要吃这款冰淇淋 男孩下意识去阻止 母亲以为他也想吃这个 还挖了一勺想要喂他 男孩连忙摇头拒绝 说这款冰淇淋会懂 但家人都不相信 哥哥更是直接一口吃掉 气得男孩一掌打翻冰淇淋 跑到超市大闹一番 男孩打翻或架上的冰淇淋 又用棍子将所有的冰淇淋扫到地上 保安健壮连忙上前制止 可男孩不停挣扎 嘴里还喊着 给你添加我 另一边 冰淇淋的意外畅销 也引起了竞争对手的注意 他们找到私家侦探间退役的FBM 莫尔 想要让他弄到冰淇淋的配方 莫尔先是找到了负责冰淇淋营销的爱丽 又美男计打听到了生产负责人的地址 但生产负责人并没有告诉他配方 只给了莫尔一份生产公司的资料 让他自己去调查 靠着这份资料 莫尔找到了生产冰淇淋的小镇 可他不知道他前脚才刚走 后脚提供线索的生产负责人就出事了 负责人因不明原因倒在地上抽搐 准备打电话求救 可身后的狗猛地扑了上来 张开血盆大口 吐出一大团奶油 一声惨叫过后 他的结局可想而知 毫不知情的莫尔终于来到小镇 可小镇里空无一人 就在这时 一个黑人小哥突然从车后出现 上来就开始打莫尔 打着打着才发现到了乌龙 原来他们都是来调查美味冰淇淋的秘密 尼特比他先到一回 只知道镇上的人都搬走了 至于搬去哪了 就不得而知 镇上只剩小麦布老板还没走 但他绝口不提这件事 几人聊着聊着 老板突然打了个格 然后借骨离开 神情却有些慌张 莫尔和尼特意识到老板有问题 准备去找他问个清楚 可是老板已经被冰淇淋奶油杀死 奶油甚至从窗户里逃了出去 赶紧向同类通风报信 二人决定继续调查 他们追踪到工厂时 突然出现一群拿着农具的人 向他们冲来 尼特一脚干翻一个 对方脖子里居然喷出冰淇淋 莫尔一拳打烂一个 没想到脑袋里面居然也是冰淇淋 他们被这一幕吓得不轻 赶紧跳上船走水路逃走 劫后余生的两人坐在餐厅 讨论起刚刚的一幕 两人都感到不寒而立 接着莫尔给尼特说了一个地址 让他帮自己去那里帮忙找人 两人开始分头行动 此时 他俩还不知道自己几经被怪物盯上 两人分开后 莫尔找到了冰淇淋的经销商 可是经销商对于冰淇淋的信息一无所知 因为他既不在乎冰淇淋的味道 也不在乎冰淇淋的产地 只在乎冰淇淋的盈利能力 线索全断的莫尔又回去找到了爱丽 正巧在报刊上看到了 男孩大闹超市的新闻 这让他又重新看到了调查的希望 此时男孩一家人早已被冰淇淋控制 父亲望着男孩露出诡异的笑 男孩试图逃跑 却被哥哥抓了回来 一家人逼着他吃下冰淇淋 想要把男孩也变成同类 男孩表面上假装答应 趁父母不注意 偷偷把冰淇淋倒进马桶 结果冰淇淋居然蠕动着想要爬出 男孩赶紧按下冲水键 然后将马桶牢牢盖住 为了瞒过父母 他用T恤泡沫假装冰淇淋 故意当着家人的面吃了一大口 哥哥开心地宣布 他们又能成为一家人了 妈妈拿出一大碗冰淇淋 表示从今天开始 就拿冰淇淋当饭吃 立马追了出去 要看要被抓住 莫尔开着车及时赶到 顺利救出了男孩 之后莫尔带着男孩和艾莉 做专机飞往工厂调查 男孩被留在飞机上睡觉 但就在这时 诡异的奶油竟然爬上来飞机 察觉到异常 男孩悄悄从飞机后门逃出 为了躲避冰淇淋奶油的追杀 他一路逃进奶油开采厂里 为了逃避天罗地网的监视 他又藏进运输冰淇淋的灌车里 可刚钻进去 工人就把盖子盖上 让小男孩难以出去 与此同时负责调查工厂的莫尔和艾莉 却并没有在加工厂里发现异常 冰淇淋的整个制作过程都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还受到了工厂的热情缓败 晚上莫尔和艾莉被安顿在公路旅馆 两人熟睡后 枕头里突然有东西在蠕动 一团冰淇淋猛地袭击了莫尔 艾莉被惊醒 冰淇淋牢牢捂住男人口鼻 眼看丈夫就要失息 艾莉集中生智 将酒精灵在冰淇淋上 然后用火柴点燃 受伤的冰淇淋喷涌而出 很快就将房间淹没 莫尔和艾莉逃离旅馆 决定跟着冰淇淋公司的运输车一探究竟 他们一路跟踪大货车 进物打物撞闯进秘密产地 里面是满满一池子冰淇淋 冰淇淋怪物不停蠕动 莫尔用提前准备好的工作服 混进了人群 并提前买好炸药 有人似乎认出了他 正要上前询问 莫尔直接打晕对方 然后若无其事走了出来 此时只见工人们用水管 将冰淇淋抽进大铁罐 而男孩就藏在其中一辆车里 随着阀门被拧开 冰淇淋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 男孩只能蜷缩在角落 大声呼救 好在莫尔听见了男孩的声音 然后一拳打倒司机 坐上驾驶位 一脚由门冲了出去 接着引爆炸弹 冰淇淋迟瞬间被山体掩埋 莫尔一路开着车横冲直撞 甩开身后的追兵后 他赶紧停在路边 把铁罐里的男孩救了出来 并将奶油锁在了罐子里 几人继续踏上了逃亡路 沿途的警察已经被冰淇淋控制 他威胁莫尔一行人停车 然后逼着他们吃下奶油 好在三人灵机一动 借口说车上的冰淇淋漏了 蹲在地上假装吃冰淇淋 警察果然上当 也跟他们一起低头吃了起来 身后的莫尔偷袭成功 为了阻止冰淇淋怪物的阴谋 莫尔带着搜集的证据找到了将军 好在军队封闭式管理 还没有被冰淇淋控制 他将调查到的真相河盘拖出 从矿工从地底开采出冰淇淋 到黑心老板发现商机 最后到冰淇淋实际上是控制人类的怪物 得知真相的将军 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随后将军二话不说 带着部队来到工厂 打死门卫后 他们发现门卫流出的竞篮 是白色冰淇淋 眼看事情败露 冰淇淋怪兽干脆放弃了人类的去窍 失去控制后工人们都倒在地上 将军占领了工厂 试图逃跑的冰淇淋也因受不了阳光 逐渐被蒸发 但城市里还有很多被控制的人 也有那些将要吃下冰淇淋的人 于是将军一行人来到电台 想要借助广播公布真相 之前一起调查的尼特 也主动站出来作证 万万没想到 当尼特和艾莉共处一世时 嘴里突然冒出大量冰淇淋 原来他早已经被冰淇淋控制 不巧此时男孩也进入了房间 眼看冰淇淋就要吞噬二人 好在莫尔及时赶到 打破了房间玻璃 并利用电线导电将冰淇淋引燃 成功救出了两人 之后他们在广播里 将冰淇淋的真相公知于众 并呼吁大家对冰淇淋进行焚烧处理 被黑心老板欺骗的民众 发起了对冰淇淋的抵制 他们将商场和家里的冰淇淋 全部烧毁 还炸毁冰淇淋售货点和工厂 不过罪魁祸首还没抓住 莫尔找到黑心老板 发现他们不仅丝毫没有愧疚之心 甚至还打算推出一款新产品 即使证据都摆在面前 老板还死不承认 坚称自己的冰淇淋没有问题 于是 莫尔拿出10机桶冰淇淋 逼迫黑心老板全部吃完 面对枪口的威胁 两个黑心资本家只能大考大考定 把这些伤害过无数人的冰淇淋吃下去 其实我们可以冰淇淋怪兽这个形象 笼统地看作一切商品 从商品制造到广告包装 到购买商品再到同行竞争 在消费社会中 人们以为自己在消费商品 实际上 是商品在消费并逐渐控制人类 所以我们要更加理智地生活 避免被无处不在的商品控制